今天我们把这个地方讲完,那第一个当然就把这些资料清掉,不过清掉的话当然格式要清掉,或者就是会清除剩下格式,所以内容跟格式是要分开的,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整除的话,那怎么样可以刚好整除的时候,按下这个,它自动怎么样,可以当那个后面这个数,特别重要,所以能够被整除的,我指的是后面这个数字,那这个数字的话,因为刚刚有讲到, 那个i有没有,因为i是这个的列,可是呢这个里面刚好跟它差1,所以不要减1,那如果要做逻辑判断的话,那就if,if什么呢,能够被整除,你可以加一个mod,这个叫mod,mod就是求余数,记得先把它刮起来,减完之后mod的话,3等于0的话,那表示什么,它是能够被整除,如果能够被整除的话, 那就做什么,把底色变更的动作,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程式基本上,怎么样撰写,来看一下,逻辑基本上没有问题的话,那顶多就是什么,把刚刚的99乘法表的公式复制,贴过来,后面加上能够被删整除, 那这个地方的话,重点就是说,if有没有,其实差别就是说,在这个城市中间,都没有,只差别是改什么,改这个地方,名称不能一样,所以这边加一个名称, 再来在这个地方做一件事,做就是说,如果我说它能够被三整除的话,就把底下的颜色,改为黄色,ok,黄色,那我们一符什么呢,i,减料1,记得刮糊,mod3,就是除以3之后的余数,等于0的话,那表示说它能够被三整除,ok, 那做什么呢,你现在做,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底色,这个应该有用过了,应该各位有印象吧,前面好像我记得在,不知道第几次吧,如果我忘记可以回头看,好像年,好像那个日期与时间函数,应该在第四次上课吧,点intero的color,等于黄色,那我前面讲过了,反正只要牵涉到颜色的话,请记得, VBA里面最重要的函数,叫RGB,反正以后用这个来当成是加颜色的那个部分,那它一定是R,黄色的话基本上,就是红配绿,红加绿就是黄色,ok,所以那蓝色没有,就是黄色,所以把这个颜色加上去,那反之的话,因为你会发现,如果这个逻辑有进来的话,颜色会变更,可是如果没有进来,颜色不会变更, 所以最后的话,当然呢,一样做输出,那就可以把我们的颜色给去掉,所以基本上加上去,就类似长这样子,ok,那怎么清除的话,基本上清除格式,好像前面也讲过了,不过我这边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,